欸各位 今天的話是久違的女騎士系列好不好 但其實說實在這位 應該只能算生靈女而已啦 就是我們這一款 好不好 我要先說一下 不得不說 當年的凱武 人氣可是非常非常誇張 誇張到什麼程度呢 這個啊 劇場版同模幻射 兼最後一集才出現 都可以把商品實體化好不好 你就知道當年的凱武 多麼的意氣風發 好扯喔 連這種東西都可以出 而且CSM版也非常快速 所以呢 可見大家對凱武的一個熱情程度啊 因為之前我就收了這個嘛 所以呢 當然是要開箱一下 雖然我知道他推出CSM版 我當初會買這個其實也不是因為那個角色 因為那個角色我也沒那麼喜歡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版面我覺得超可愛好不好 等一下給大家說明一下 然後呢 這個的外盒的話 就算是屬於一個全黑的蘋果 哇 其實這個很Q欸 老實講 黑底加粉色的 我覺得蠻讚的 蠻讚的 這個配色其實我也很喜歡 這次的這個皮套 呃 會看出來有跟某一位 騎士泡泡相似也是蠻合理啊 畢竟是同一個人啊 為什麼會放這兩位 因為呢 這個就是他的對戰角色啊 基本上就是被鴨子打 然後呢 再來轉過來這邊 裡面有他的一個戰極空氣整個裝備完的一個過程 背後部分就是一些說明沒什麼好看的 所以呢 這個的話就是屬於當年的一個魂系外殼 我覺得OK啦 OK啦 主要就是放在展示商品啦 但是感覺後面可以再多放大圖跟好看一點點 有一半是因為本身他在劇動裡面 真的沒有什麼表現啦 就真的是挨揍而已 但是展示一下後日坦的一個概念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我買這個原因呢 因為 他的版面超可愛好不好 不知道為什麼他不是用他騎士的形象 比較偏向於凱武的一個設計啊 我覺得很好看 而且是整個粉紅色 所以呢 當年看到他的腰帶怎麼變出來的形象 跟他的騎士形象差這麼多 你光看邊邊就會知道 這個根本不是拿這個皮套進去設計 而是根本拿凱武進去同模換色啊 當時我還沒看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是真的粉紅色凱武的一個形態 結果呢 就是感覺官方一點小小偷懶一點點 因為畢竟是最後一集了嘛 所以呢 最後他才像同模啦 另一邊這個種子啊 哇 超好看的好不好 我更覺得這個配色真的很讚好不好 雖然說他整體的角色人氣度不高 但是呢 畢竟是屬於女用的 生理女 被操控的女生 然後但是裡面裝的是一個大叔的一個概念 所以呢 我還是暫時扒規定女性啦 我覺得算OK啦 至少真的蠻新奇的 而且這個反派也算是 少見的會使用人質戰法的一個反派啊 就是打到一半死會解除變身說 你知道他下手嗎 他是被操控人這樣子啊 所以呢 我蠻喜歡這個反派的一個狡猾感啊 但是呢 在當下的情況下 雖然說他選的時間點選的很巧妙 就是那時候男主已經不在這裡了 但是呢 最後男主還是殺了回來 所以基本上就是痛扁一頓啦 這個版面的話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指線 畢竟拿出來看一下 一般就真的是比較偏有一點 所以是全新的一個黑蘋果啊 嗯 不錯我說我說我說 因為有見於他的真身的話啊 我才跟大家講好了 在劇場版那個事件之後呢 他花了很多時間去猥瑣發育 終於獲得足夠的能量 讓他可以寄生於人 也不能說寄生於人就是綁一個人次 然後進行變身戰鬥這樣子啊 有些是罕見的 劇場版的大反派 到TV最後期還可以再出現 也不能說首例啊 就是比較罕見的一個例子啊 所以那整體的我覺得還算蠻驚艷的 還算蠻驚艷的 只是當下他選事情真的選得很對 因為那個時候呢 基本上所有試驗都結束了嘛 絕對大多數的腰帶不是被毀 就是被處理掉了 他選在那個時期 戰鬥也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然後呢 這次的黑蘋果啊 哇 真是很讚你知道嗎 他的黑底啊 哇 亮的發光耶 不錯不錯不錯 並且中文還有一圈粉色的一個塗裝啊 整體就非常女性化 雖然本體不是女性 但是呢 整體還是很讚的好不好 然後呢 這部的話還多黑暗的一個代號這樣 畢竟那時候他就是黑蘋果形態了 然後呢 其餘部分的話 就本來是屬於新的配色 就像是屬於全黑的這樣子 後面的話就沒差多少 但是這邊還有一個按鈕 等一下可以出賣一些東西 再來上面的鎖的部分 上面鎖的部分的話 就像是採用粉色做一個設計啊 還蠻Q的 蠻Q的 所以呢 如果不看他本身的一個設定的話 其實會真的讓人覺得 這就是女用的一個鎖頭啦 然後呢 我們稍微把它開機一下 OK 一講話直接破功 名字長這麼可愛 哇 真的嗎 結果一講話是一個大叔的聲音 沒辦法 畢竟他本身是金蘋果本身啊 打開他有開機嘛 所以他是有帶來台詞 就是按壓後面這邊可以出發 那個時候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 站出來跟他對抗 把他直接嘲笑我們的龍血啊 基本上根本不夠看啊 因為那時候男主要已經成神了 居然男主要不站 一樣要守護這裡 而且重點是他是發粉色光 真的很Q 他其實理人講的應該是可以贏啊 畢竟經過這麼多場戰鬥 但是呢 確實就是對面有持有人質啊 就是那個小女孩啊 所以沒辦法放開打 我們的神 再次回來了 但是我最後要說個提二話 雖然跟這蘋果沒什麼關係啊 我還是覺得 他都已經成為神了 他為什麼還要變身啊 他感覺好像在幫自己裝個限制器的概念啊 OK 再來是兩個一起變身戰鬥 有沒有這時候男主要講話說游刃有餘啊 完全沒有用啊 就像這時候就開始準備挨打這樣子啊 說得通りだろ もう一度やり直せるって 是 這個話就是他的完整劇情 但是不得不收啊 怎麼那個小女孩的語音 一句話都沒有收啊 我本來以為可能熱搜一兩句嘛 所以在變身前 他其實會講幾句話 然後呢 打到中途也會解圖變身 然後再放幾句狠話這樣子 結果呢 他的台詞完全都沒有耶 正是直接把我們的金蘋果跟男者還有龍血 他們對打全部去收完這樣子啊 而且後半段劇棒都是在挨塔 所以那真甜這個 有一點點消消可惜啊 感覺他的賣點 正是賣在最後一集的劇情這樣子啊 就是把最後一集的 內容收好收滿這樣的概念 主要角色的一個魅力成就沒有這麼的好了 我自己覺得 所以總共來講 我覺得這個東西 真的是一點點消消可惜 一點點一點 感覺有點像是 完全紀念組那個時候還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呢 他們就直接分散 然後被裝在好幾個包裡面 啊這一次話直接裝在這包裡面 收內容有一點點奇怪 一點點 就是感覺沒有這個的主打感 我自己覺得 我們把這個獎案罩呢 我們現在就使用這個 才非常非常可愛的一個黑暗的蘋果 來進行一個 橫行 Lock on 好 好嘞各位 這樣子 我們就變身玩的標吧 欸不得不說 其實 他的變身音效是還不錯 有可能是因為我們還沒有開 就是後續一些蘋果啊 這個倒都會補好不好 所以其實 真正天天的 新貴神還是非常之大 但沒意外 應該是我蘋果的音效都是一樣的 滿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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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真的是 他切開之後是發粉色光 這個點我是非常非常之滿意好不好 畢竟我當成就是 看著他的顏色進行購買的啊 哇 超Q 我個人很喜歡這顏色 你知道嗎 不錯不錯不錯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已經後半段了 有沒有做特別的專武啊 直接感覺是用粉色的大成丸啊 那我還覺得不如他使用那種黑粉橘 可能會好一點 哇 哇 整個都變超少女的耶 很讚很讚很讚 而且真的是 這個黑色跟這個 戰體形容器非常非常之搭 所以呢 真天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歡這個配色 完全是為了配色而買的 然後附帶可以玩最後集的內容這樣 我們再停止音效啊 OK 他也沒有回收 因為畢竟本他不是CSN化的一個產物 就好像這份話就跟往常差不多 哇 真的好好看哦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顏色 你知道嗎 不錯不錯不錯 因為本來這個版面 並沒有切換的影響 所以呢 他這份話是跟凱武是一模一樣的 不得不說他的影響真的是很壯觀的 非常的邪惡好不好 跟他這種分身真的超級不搭的好不好 這個反差感很強烈啊 很讚很讚很讚 蠻喜歡的 所以呢 這個話就是他的一個完整變殺 根據感覺是一樣的 畢竟是屬於魂線商品 所以呢 你該做的東西該做的功課 應該都是要全部做好做滿的啊 所以完全沒有要講 所以變身過程跟台式的時候都很讚 再來就是必殺戒風我比較好奇一點 畢殺戒風還不錯 蠻長的 因為他搭配粉色大唇 所以他的畢殺戒風也是比較偏 有點斬雞的感覺 這邊的話就開始偏有點那種衝擊波 因為在劇動裡面 開始使用那種蘋果的一個衝擊波 但是好像沒什麼用 Darkness Barking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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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話也是比較偏有點衝擊波的感覺 我很喜歡他前面講Darkness 壓低聲量比較雅那種感覺 就跟一般的正規感覺是完全不同的風格 挑選的畢殺一下 跟他的一個口氣啊 其實都挑的蠻符合他這個的一個風格 雖然我覺得他外觀太可愛就是了 如果你還在期待有什麼特殊的機能的話 沒了 好不好 就這樣好不好 一件東西真的是蠻簡單的 還有各位以上就是我們黑蘋果的一個完整開箱 完全就是為了這個粉色的凱虎版面買的 我覺得這超級凱虎我真的很喜歡好不好 不錯不錯不錯 本來還在期待的時候有機會可不可以使用這個技能的變成 但是呢就稍嫌可惜啦 啊後續的凱虎的話 畢竟他那時候已經成為神了 所以呢 金蘋果的能力應該是完全沒有對他造成影響 甚至我們這凱虎可是用了限制器的情況來跟他打 基本上這個時候應該就不太可能再出現額外的凱虎形態 蠻合理啊 蠻合理的 所以呢這個東西就稍嫌可惜一點 我本來還可以再同模換成再做一個粉色的凱虎出來 結果沒有啦 好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最後一集才出現的一個黑蘋果的開箱 沒想到這個東西可以商品化 如果喜歡的情報在明明後下見 拜拜